如何把PowerPoint放在Google Form上? 其實PowerPoint和Google Form本身是兩個不同的公司 所以你要理解它們就不能放在一起 唯一的方法你可以做的就是兩個 第一你就可以把PowerPoint的每一張slide 變成一張圖畫 然後上載的方法 用圖畫的形式 那如何做呢? 假設我有一個PowerPoint 例如這個 你把每一張圖 每一張slide變成一張圖 例如我這樣做 我把這張圖做成一張圖畫 這個又做成一張圖畫 OK 這樣 好了然後你把這些圖畫 即是開一個新的形式 然後就當它們一張圖畫 放進去 OK 那你就加圖畫 然後就把這些圖畫拉進去 OK 那你就有兩張slide 當然這個方法就是比較沒有辦法 但如果你說不是 我真的想它做一個slide 那怎樣做呢? 那你就要把PowerPoint 變成Google版的slide 那怎樣做? 很簡單 去你的Google Drive 然後把你的PowerPoint 上載進去你的 Drive 例如我現在上載了這個 How to teach text type 對吧 然後你右上載 右上載 你應該看到這個 Open with Open with 就不會用Microsoft PowerPoint 你Open with Google Slides 那它會把你這個 How to teach text type 這件事 這個PowerPoint 變成一個Google Slides 其實就是Google版的PowerPoint 那你做了這個slide 然後你把這個slide放進去 那怎樣share呢? 你會看到這裡有一個share 那你按一下 你會叫Get a shareable link 那你要按下去 其實你已經有條link了 不過呢 你要確定在這裡 是Enable了所有人都看到 那你現在看到 其實我現在這裡就是 所有在我們這個 domain 以下的人 有條link 他就可以看得到 OK 那如果你說不是啊 我想他不是在學校的 domain 都看到的 那你就叫More 然後選這個 Anyone with the link 那當然啦 我自己覺得這個 是比較保障少少少的 那你說不是啊 我想所有人都看到 我怕小朋友不會Log in 那就用這個 沒什麼所謂 那我呢 Save Copy link 然後呢 翻回去你那個form 那裏 在這裏呢 你就可以 加一個叫做 Add title and description 那你就叫做 叫他們呢 Read these slides before you finish the exercise OK 那然後呢 你就把那條link放在這裏 那當他們做的時候呢 他們就可以按 按 進去 就會direct了他們去這個portpoint OK 那又可以 這次 有 是 是 有 感谢观看